越过这个这个桥面的话 那么这个水的压力就可能压到这个钢梁 那问题是 我们现在这样提高一公尺左右吧 是不是把这个提高 这是怎么算出来 那你为什么不提高三公尺呢 那如果能够提高到一公尺 那你也可以 你可以任何高度 那我觉得合不妨就不提 那你如果真的要提的话呢 这一带的那个support 可能还要再设计 因为它这个钢梁原来挂在这个 这个混凝土拱的这个桥上 它可能也是一个hinch 或是一个roller 它可能是一个roller 这个我们没有下去看不晓得 所以你这个地方 大家也要再有一个新的support 这个我想你尽量试试看 如果不提的话 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另外刚才那个郭老神大夫 这一带有点比较勉强 就是你上去以后啊 这里既然还要走回来 再走过去 这段跟整个那个拱的那个曲线啊 就比较不能够调和 我觉得这一段再研究一下 再让它顺一点 还有刚才我们也发现 当然你这个是一个现代桥梁啦 就是说你这里是两个腿 但是另外一个腿啊 是在这里 所以我相信你以后开车子走这个重庆南路啊 你会觉得你跟这一个大拱啊 是不是平行的 也蛮开起来蛮有趣的 对不对 你跟他是交错的 交错的 对对对 我想这个我是还算欣赏啊 蛮有趣的一个 一大堆交叉的曲线在这里出现 好 谢谢 还是延续向刚刚几位委员的论述嘛 我觉得就是 可能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可能最高的原则就是要把当年 川南桥的原貌恢复 那这里面当然有水平的状况跟垂直的状况 那个水平状况因为刚才那个 郭老师有讲那个西北这个桥头这部分 我觉得既然是我们要让这个风华重现 我觉得 可能也可以比较积极想象一下 就是说 到底在桥的两端 台北端 西北端 到底是桥头桥尾吧 或桥尾桥头 怎么样让他更逼近 就是原来的状况 台湾的那个水粒 当然那个 各个河川 每次检纳完那个 发红的高景就会提高 这其实是很不幸的 这个我想 对台北来讲也是因为长期 我们对那个围墙里面的这个水资源的保 保留跟这个 跟大量的这个人工地平所造成的结果 之一 那我想提醒一下就是说 这个中正桥 赴旧以后变成一个公路空间一部分 我觉得它是 非常有意思 那个在国外 譬如纽约的 High Line 它其实也是废弃的铁路 它变成都市景观一部分 不过它在人在上面游走的时候 是看到整个市区的样貌 那我们台北的市区 事实上是很难看的 所以才会有河滨公园 然后这个中正桥 山山桥附近以后 我们可以看看台北还剩下美丽的部分 那这样一个状况下 刚才有提到那个 桥蹲下的状况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在桥上走 然后后来车子越来越多 事实上台北新门这几年来 这个桥下的状况 就是高滩地了 自行车到这个整个视觉景观 其实是非常精彩 那所以刚才那个张老师也提到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就是把原来的桥蹲维持 然后在水平方向或高层方向 进来维持原来的状况 可能有一个观念 就是既然台风来的时候 河滨公园都淹水了 那这个邪人陆桥 其实让他淹下也无所谓 反正我们台风来的时候 实际上车子都移出去 然后河滨公园关闭等等 所以我意思说这样的话 只要桥能够在大水或大水之后可以维持的话 其实他可能并不是那么critical 反正是新的桥因为要保持任何时间的通行 那那个安全我觉得就是重要 那最后我还是呼应一下就是说 当然这个对国家单位其实就是还需要 除了工程的专业以外还需要尽量着墨 就是我们希望说未来做完以后 实际上不应该是一个全兵夺组的状况 我们还能够虽然中正桥比较小了 不过我们还能够体现到当年老的台北 这个穿砖桥这新建席的整个空间的氛围 那个时候我想可能这个整个project新旧的融合 它的不管是城市美学或这个开放空间的感受 可能是可以最大化 所以对新桥当然我想这个是专业的部分 那应该也是要朝向尽量轻量化 然后能够跟旧桥互相共和 以上建议谢谢 好 谢谢 其他五元 那个刚才其他老师也都提到 我觉得这个 那个这种旧桥 有啊 专业的重山旧桥一样就是大概好像最短的地方 就是连接是一个比较远辖 当然大陆的连接也有 那所以这种特色 刚才就是大家都说的这边的一个色列太复杂 應該再簡化一下 要不然這個橋在一個景觀上好像不明顯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這邊的觀景台 還有住行車停車位 設計不要太複雜 我想應該最簡單的機能就夠了 另外一個再調查一下 以前的橋樑都有這個橋頭 當然橋頭兩邊的橋頭很重要 以外還有一個當中 大概這樣子的一個那個 Spondrail那個附近有橋名 橋的名稱 因為以前常在下面就穿過去的時候 這座橋是哪一座橋是 大概平常這個盆側面有寫 所以這個以前有沒有 要是有的話還是這個復原 或者稍微表示比較好 我的意見以上 有一點不太理解 就是21、22、23、24這幾個 就是這條橋未來的規劃 中間純粹就是人行步道 不曉得這個不曉得這個不曉得之前 第一就是 等於台北是已經定案的 就是台北市到新北市之間的那個自行車道是不連接的 不清楚 這個是先決 這已經定案了 就是雙兩方面決定就是不通了 沒有啊 24頁就是中間是休閒 橋因為是舊橋只是一段而已 所以他沒辦法 他不是從這邊通到那個 就是從這個 就是說中間是人行 這個新北市不管怎麼樣就到這邊就下去 或怎麼樣 那台北市這邊就怎麼樣就下去了 就中間純粹就是人行 這我一點沒太理解 就是已經決定不通 新橋這個是 我補充一下 這個 有這一張主要看 我們的舊橋是在這邊 舊橋在這邊 這一條是直接到高灘地區 高灘地區 那這邊新北市說 經過這個 他可以直接到新橋 新橋有人行道 自行車道 然後這個地方也可以到新橋 然後就直接到台北市去 然後這個地方是新北市道 就在這邊連接 有兩個 有兩個地方 新橋的人行道 自行車道 跟舊橋 舊橋 是連起來的 是連起來 是連同的 好 不好意思 我補充一下 我知道剛委員的意思 我們這邊是以 目前的規劃是以休閒人行步道為主 但是其實也是允許它騎乘過去 但是它只是我們定義上是希望它以人行 讓它 因為我們這邊會做解說牌 會做一些解說模型 我們希望使用者在經過這裡的時候 是可以慢慢的走過去 去了解這座橋的歷史 然後去觀賞 河濱的美景跟新舊橋的關係 但原則上它其實 腳踏車還是可以通過去的 以上 有些細節 這個定義也沒很清楚 如果是強迫 因為你中間是做那個什麼木棧道 等種票夾車 很可以 然後配置的方式 就是左一邊又一邊 左一邊又一邊 對風 那我覺得就對騎乘車 跟人性之類的混雜性 就有點麻煩 所以你說橋坡在那邊就是一定要下來簽 我不曉得這個 這個 將來騎乘車 是不是一定是讓你想成這樣 不曉得好 這個 如果是還是可以通 那應該有通的想法 我這個想要補充一下 這個實際上是我們刻意的規劃 那這自行車實際上 你要走是 直接就從這一上行橋 就直接快速通過 這是自行車快速通過 那我們這邊我們不希望他 跟自行車因為他快速通過 他會造成橫行的衝突跟障礙 他也會上到行 所以我們才把他錯開 就是希望他下來 他要的話他牽著走 他假如快速通過 希望他上心腳 直接就這樣停過 這個我說一下 其實這一塊裡面快速通過 就是試射的這個部分 其他通通都是要用牽引 包含下高安地的牽引上 都是牽引的 你當然可以牽引 但你不能 對 事實上現在每次面臨的事實上是管理的問題 所以那是另外一個議題 變成管理單位要落實去揪局 或什麼之類的管理做 但是在規劃面上和規定上 法規上面 這都是用牽引的方式來問 以維護這邊的整體的這個氛圍 以維護這邊的整體的這個氛圍 以維護這邊的整體的那個氛圍 行神眼裡 是 不要錯 尤其大家喜歡在上面比較閒事的做到 我可以請教一個觀念 我們的中正橋 中正橋修復以後 它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銜接兩邊的 合併公園跟自行車 那我們現在這個橋面修完以後 也有發明框 中間是5米3 沿橋的寬度 我只是想說 是不是應該有個概念 就是這個橋 既然未來不是走車子 它可以視為類似的 合併公園 人行道跟自行車道的一個概念 意思就是說 那個橋面 不管是幾公尺寬 是通過設計 讓自行車跟人 都可以並行 自行車的事情 其實概念上應該是 跟行人的屬性是比較近的 那當然你如果設計 就是一條快速的自行車道 那當然是對橋上觀賞的這個行人 還是有傷害的 可是假如說是一個比較賣油的狀況 自行車它不見得要下來推車 它還是可以通過的話 我覺得那個其實就會跟河濱公園的這種狀態比較近似 那我剛講就是說對我來講 我好像覺得這個雖然是一個歷史的橋 可是它的功能應該是去聯繫 這個河兩邊的自行車道跟人行 那當然這個橋面上 未來在這有限空間裡面怎麼設計 讓它可以觀景 你看台北市新北市的這個天空線 跟怎麼樣活絡兩岸的這個休閒活動 那當然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以上 謝謝 謝謝 這個法令的部分提醒一下 因為照新的文化資產保存法 這個第30條 就是歷史建築 它修復再利用要準用23、24條規定 在24條規定呢 它就是說你在修復的這個過程裡面 必須要有當地、民間參與 我就是提醒一下 必須要有參與 否則的話你們這個將來一棟工一棟施工 地方上又要洗一些粉燈 那這個是在24條新的規定 請做一下 第三 老師下面 如果我們接待性先這樣子 叫做 剛才針對我們相關委員的這些指教 我們要不要總和答覆一下 我們先用誰來總和答覆一下 誰代表群長安 但是我針對防洪喔 因為我以前是水利處的副處長 我針對這個防洪問 其實周恩橋會改建 最主要就是 剛才講兩個理由 一個是耐震 那後來評估是OK的 所以事實上你如果沒有第二個理由 周恩橋搞不好就繼續走了 那也是OK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防洪的問題 那防洪剛才 各位委員我剛才聽起來 可能大家都誤解了 它防洪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現在體頂高在這一頁 它是12.5 我們現在所有的橋 在水利處這邊的評估 它經過水理分析 都要抬到這個體頂的上面 那為什麼要抬 為什麼它要抬量 不是把整個蹲都弄走 因為這個量會整個在洪水來的 因為洪水本來這個河道就是讓水走 像我們在蘇拉颱風的時候 這個新年級像是右下角 都已經抬到很高的地方 但是可能它還會更大 達到200點的時候 這個量就有可能整個竹水 竹水它不是這裡蔓淹的問題而已 而是造成整個福和橋 永福橋一路上去 整個水位都抬升 而且超過原來的體頂高 很有可能造成兩岸的異淹 這是水利署最擔心的地方 而且他們評估報告做出來也是這樣 才做這樣的建議 這個也要整個抬高 所以才會產生後來這個 像現在文字跟歷史 這個文字的問題跟水裡還有防洪的問題 互相淨核的問題 所以最主要這個就是要衡量 為什麼我們也是不得已 如果說真的可以維持原樣 那我想那個新工處這邊 絕對是照這個意思 但防洪涉及這個人民 尤其現在活在整個兩個大台北市的 這個生命財產安全的問題 我想這個是要被顧慮的 那在細節的部分 我再請這個設計單位 是不是再說明一下 我想今天有很多寶貴 真的寶貴的意見 包括最重要的是兩個橋頭 這個地方是不是要簡化 連接的方式 不要變成說有點複雜 就好像變那座橋了 看起來就不是當年的樣子 第一個我想我們這個會來做改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裡面的這個 當然定的目標是希望它慢火 希望它要熟 那這個目前因為我們是希望能夠回到5.3公尺 就是原來的日記時代的一個寬度 就是日記時代的一個寬度 那這個我們會再來檢討說 如何讓它說 假設說我定位是在慢火 是盡量不要讓它可以這樣騎著 這個當然安全上可能會發生問題 我想這個我們也會來努力 那另外一個就是對於就剛剛講說 這個地方 Logo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這一座橋 這一座橋你真的去看吧 最漂亮的是哪裡 最漂亮的是你晚間或是白天 站著在拱的前面 站在那個拱的前面 從這邊這樣看過去 那大概這樣是 縱向這樣子 不管是你是從台北市還是新北市 新北市那邊去看過去是最漂亮 因為新北市有高看地 那這個其實我們可以用一些動線來指引它 因為有很多人 我以前不是說去的時候真的會在那邊看 但是真的你站在那邊看就覺得 保留這一座好像有它的道理存在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個Logo在這個 我們會提出這個高看地 我們會提出構想的建議 那這一部分我們會很努力 那除此之外 剛才有說這個拱橋 其實我們這個橋橋橋還在修 都會用理空的盡量輕量化 輕量化 那至於說 這個剛剛講的我也談到這個拱高比 其實以結構 就是5分之1到7分之1 但是有的時候是為了造型有沒有 形量上 因為形量不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有的時候 那這個看是因為剛好有點走 看起來很高 那目前我們也是盡量搞到說 這個可能因為水裡的東西 竹水的東西我們已經改善了 就是說這個其實12級來講 它已經差下去竹水太大 那這一部分我們再努力 除此之外 就是說我們對Cable 就是說這些吊桿有沒有 因為剛好是剛好有講過說 這個是動的 你的開設是動的 是不是讓它在這個視覺上 是有一個節奏過去 那這個我們會去模擬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還要經過這個都神 那這些我想他們都會 各方面都會來要求 因為畢竟改一座橋橋橋不簡單 而且是剛好也是在這個 因為今天說歷史建築 這個能夠恢復 那我想我們也會盡最大能力 因為這個意見 都不錯的意見 然後我們也會來檢討 他可以 能夠真的是可以改善的 那我們一定會繼續去改善 像是說 我想就是說 剛才委員的十幾項的提問 有些是都不相關聯的 但是歸納起來 其他很多東西 我想 我們今天 就是委員 所有的提問 應該一項一項把它列出來 那 但是 今天必須還要按照澄清的 就是說 郭審附委員 他相關提到 這個剛才答覆的 就是 這個 淹水跟 太高的問題 剛才有一些問題 我聽了 是有答覆的 就是說 這個 防洪過程裡面 因為委員 有曾經提到 那將來是個行人 陸橋 淹水和坊 那這個可能 剛才你也答錯了 這個 燃燭水的問題等等 那 可是還有一個委員 提到 就是說 你這抬高一公尺 那為什麼不三公尺 這可能要答覆一下 我想這個 類似這些東西就是說 我們要針對 委員這些提問 因為 委員在整個過程裡面 他的一個最大的宗旨 就是不要去破壞到 原來的 原貌估計的這些部分 那如果說 能夠做到任何的疑慮 那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在兼顧 你剛剛講的 就是人民的 生活安全的問題的時候 第二個階段 就是 你現代的科技 剛才有個委員提到 能不能夠克服 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 要 世系在這些方面要做答覆 就是說 非做不可嗎 那 非做不可的理由在哪裡 剛才委員提到這個 有很多項目 雖然是同一個問題 但是希望答覆的部分 可能要 是不是再具體說一下 好不好 來 因為剛剛有解釋 那個 右邊的那一張 那個幾個數據 我們再確認一下 因為剛剛其實提到的叫體頂高度 但是這裡面其實有一個 有一件事情其實才是水的計畫高度 這個計畫高度最高就是這個 如果我沒理解錯這幾個字的意思就是 我們在我們設定體頂高度的時候 其實應該有一個安全的1.5公尺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設定目前最高的洪水的高度 就是這個11米 那什麼意思呢 下來 現在的兩里的高度 最低都還有11.1 還高於現在的這個計畫裡面的11米 那什麼意思呢 即使在現有的規範之下 剛剛提到的那個狀態會不會發生 其實不會 因為如果發生的話 12.5公尺的體頂高度也會有問題 所以什麼意思 我覺得從目前的角度來看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因為我們要做決定 你的影響到底在哪裡 如果它是一個預定的洪水高度 那顯然現在這個數據 其實沒有影響啊 那為什麼我們要變更 這個部分我覺得可能再釐清跟說明 這邊水利處做一個說明 剛才委員特別談到這個問題 計畫洪水位目前這個在中正角11公尺 沒錯 這個是11公尺 就是我們目前規劃200年的計畫洪水位 但是它有1.5公尺的我們就稱作出水高 那出水高其實它就是一個 就像你講的 它有可能是說因應其他 譬如說後面有很多東西 已經造成我計畫洪水位提高的問題 也就是說你的設施上很多東西都是不確定的 所以它有1.5出水高 那1.5出水高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好我這一部分可能是說 因為你一般水有在爬的話 它會有一個波浪 那會有一個波浪 它有時候會造成的高度 會造成還是會有液體的問題 所以它會將這一部分的因素考慮進來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東西規定一定要 霸於我們的計畫提高 那我這邊再特別強調一個問題 蘇迪勒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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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新電溪是所有的 這一次是最嚴重的 它的整個高層在我們的中正橋上 有在秀蘭橋這邊 它幾乎快達到我們的一級景電水位 那什麼叫一級景電水位 就是有可能5個小時以後就會議題 那5個小時會議題 其實我們這次是很慶幸是為什麼 我們的肥管局將我們的肥碎水庫 就在 純粹後來只有南氏溪下來 北氏溪是全部截斷的 他不敢讓它下來 所以如果說當初是整個結音 那個整個北氏溪下來 我們很怕 那時候整個是會有液體的問題 所以我才會特別談到 1.5公尺這一部分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詞 那剛才其實我們的主民也特別談到過 其實這個問題 結構上它本身主體的結構是可以克服的 這個問題都不大 重要是說你整個橋樑在我的計畫體點下 那整個漂流物 其實很怕已經漂流會阻擋在這邊 那整個漂流會阻擋 這一部分就開始往上游去影響 整個會造成議題的問題 所以這一部分其實經濟部水利署針對這一部分 他們一直要求說 你只要橋樑重新改建的話 你勢必要重新大於我的計畫體點高 那你既有的話 其實這一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反往上的問題 因為中正橋造成的危機是我們認為是很嚴重的 所以才會有這個問題 以上做一個報導 那另外一個是 剛才有提到說 那只說一下剛剛有緣的耐久性的問題 那其實 一般來講 其實國內耐久的危惡 其實都是靠乾的話 靠油氣 很少弄到耐厚性剛才 因為耐厚性剛才其實是造造的 不用維持的,但是現在在國內環境的關係,一般來講還是會有機器 不然的話那個鏡子也是會讓你平衡,不會讓你鏡子鏡 那這一部分沒問題,因為這部分本來它在這個管理維護機制裡面 就會有日常會去檢查,那假證有波漏,它就會去保 那鋼鋼其實最重要是說它會生鏡而已 生鏡都是表面的,你馬上看得到 你馬上去回復的話,它才能保護到一天的癢 那就沒有耐久的問題,你只要不生鏡下去的話,就沒有耐久 生鏡不會一天兩天,我看到生鏡就把它下去了 那所以這一部分是在回路管理站在那裡的市場沒有問題 那剛才講的那個民眾菜是大嗎? 在這裡面我們已經開了四次的意外說明會 在台北市有開的良場,在新北市也開的良場 那後期的話,我們當然也是以後還會在這個 上訪跟民意,民眾台的民意部分 那這一部分都有把這一部分我們做過去保留 保留這個穿團腳,大概都會有,除了主角之外 都有在做詳細的說明 還是要請一個施錫跟水利局檢討一下 其實我們剛剛看很多事情都是核酸斷面的問題 那個水快速通過的時候會不會淤積或等等 那那個聽來好像有1.5公尺的這個 所謂 Cushion area Cushion area 那 其實很多事情就是說 其實需要各方努力了 因為你看 原來這東西又是拆掉了 現在大家覺得很重要要留下來 當然是希望說能盡量復原成這樣 那如果 花了錢搞到後來 又不太像以前的樣子 那這當然有點可惜 當然我這樣講並不是說技術不重要 因為我看這個照片這裡 事實上在英國六十二年後來做的橋樓都會移開 所以代表說至少這個橋 水經過這個橋下的時候 不是不再是15公尺或那麼快 而是很快通過一個沒有救的橋樓就過去了 所以這方面我想應該也是可以貢獻一些比較快速水可以通過的狀態 那這部分就是麻煩 事實再檢查一下 抱歉 這兩百年重現期的機率 我們來計算通水位是11公尺 那當然還有一個安全係數 出水高是1.5公尺 那並不是說這個水一定只會到11公尺 而是說這個機率 因為天會下多大的雨 這個我們不確定 所以它會保留這個安全性的部分 那這個說明 那所以後續我們在橋改建跟這個季爾橋樑這部分 我們也會以水理的分析 然後經過台北市的水理單位以及中央主管單位的審核 以上說明 我想這邊補充一下剛剛那個委員講的 其實想像說我已經拆掉很多了 拆掉很多前排的後排的前排的柱子都拆掉了 那其實它以前在蓋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六十年的根 其實在日記時代是對在一起的 它那個本來就對在一起了 所以這個拆完的時候 其實對於它的竹水是沒有減少的 第一個是幾乎沒有減少 那其實在這個水利單位來講 其實我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現在有一排在前面 那我們的新橋是在下游 那其實現在去算起來其實是我們的舊橋 它其實叫一個用膏 就是說除了那個水位高度之外 我們剛才11點多的那個叫做計畫洪水位 其實它經過喬敦這個地方會再用膏 那其實這個本來在水利局方面也是覺得說 十二局裡面也是要求說 你是不是要怎麼去輸去什麼之類的 那這部分我想跟那個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兩底有沒有高層提高那個應該是 應該是比較沒有關係 那基本上我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這邊要提高多少 大概有一部分是大概60公分 那一個是在一點多公尺 50到1.2公尺 那我們假設說在森河草裡面的話大概在快10公尺 那我們這邊新電溪 新電溪很奇怪 中正橋這個位置的它是趕潮帶 我們的趕潮帶新電溪趕潮帶是到秀朗橋 這個趕潮帶脹落就是會隨著脹落草 大概跟delay到多少 從淡水河口開始脹潮的時候 這邊大概過了一個多鐘頭的時候開始脹 脹潮多少 脹2.3公尺 就是說其實它這個水位是這樣子上上下下的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看著柱子會比較窄 然後有的時候深段角度會多了兩公尺多 就是說這個地方其實它是有點變化的 那假設說你到第二爪這個氣質是十幾公尺高 那基本上因為它會再縮進 就是說在外觀上我們盡量 盡量那個能夠跟那個古以前的那個樣子 是讓視覺上讓它看不出來 當然我們都知道真的保留是保留原創是最好的 對我們來講設計講真的 假設不是安全上的話 假設以司機的立場來說 那當然是不動是最好的 因為動的話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包括支撐你還是要保留 對不對 支撐還要再挖上來 這個不容易 市長讓我再補充一下 我想我對蔡委員問題的理解 可能它是認為下游新橋 我都已經透開這麼多了 夠了 你舊橋你就不要再給我動了 應該是夠了 但是不好意思 就是說它水利單位在算這個洪水 它不是這樣加起來 它是每個斷面都要減合的 所以剛好舊橋如果當時以水利單位的想 它說你改建不好意思 你舊橋全部拆掉 是它最佳的方案 一點竹水都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竹水 我們剛才為什麼會抬這個沒有打 因為打掉這個就什麼都沒了 就不要再談今天的事了 所以水利單位那邊我們跟他談是說 現在蚊子要保留 所以橋墩事實上也會竹水 我剛才從那個影片看 上下游的庸高事實上都有到一公尺 這個零連幾到一公尺這麼高 那所以橋墩我不動 所以這個間距就沒有減少 橋墩也沒減少 所以到時候在洪水上面 在低量洪水的時候 事實上中正橋還是一個臨界的斷面 它還是竹水 但是在高量的時候我們減輕了 因為我們把大梁整個往上抬 它的竹水在大梁這一塊的部分 我們把它降低了 主要是這樣的一個考量 所以為什麼 在這一邊 它還是非得做大梁上的一個 調升的一個考量 是這樣的一個顧慮 那個 我想你剛剛誤解我的意思 當然 我們當然了解 就是說這個 這個 颱風來洪水安全 這些都非常重要 那個 我剛剛只講說 目前這照片來講 未來這個部分會移除 那 有多少關係或沒有關係 那當然是技術性問題 剛剛那個 您講的就是說 因為這原來就是對到我了解 對 我只是說 到底 原來有兩排 現在剩一排 可能有一些幫助 可能沒有 或者說 為不主導 這 這只是我的疑慮 那當然新橋的話 不管怎麼做 盡量 不要在河流當中 產生任何這個主角性 這個我覺得是對 好 那個 因為我們的立場不一樣 我們是站在文字的立場 我們希望從結果來看 我們希望能夠留在原貌 那我現在站在你們的角度 來談這件事情 就是 因為其實剛剛講得很好 就是 事實上 那個 目前的天候 其實無從預測 當然 我們就看那個 影響安全的這個高度 叫 就是要多 多1.5公尺 12.5公尺 12.5公尺 好 那現在關鍵 就在這個橋樑的橫斷面 對於阻絕水的那個面積 我們在我們談面積就好 就是說 你提高了60公分 提高了1公尺 從結果而論 都還在這個1.5公尺裡面 所以什麼意思呢 從結果而論 當水要溢出體頂的時候 其實這個橋 除非你像剛剛那個 李前郎老師講的 提高3公尺 它就不會影響到那個體頂的高度 什麼意思呢 在你排除因子的過程當中 橋不會計算進來 所以應該反過頭來講 如果從結果而論 那個橋你提高多少 其實都不會影響到 未來溢出體頂的那個部分 對吧 這個邏輯上是這樣子 所以反過頭來講 因為剛剛有提到 就是這位先生其實有提到 1.5公尺其實是一個ASOV 是未來在控制所有變數的 那個因子 包括剛剛那個漲潮這件事情 那什麼意思 我覺得回到保存的角度來看 有沒有可能 在保存原貌的狀態之下 我們把它認定為 它其實就是那個1.5公尺的變數之一 結果在這樣子的認定 它其實跟漲潮那件事情其實是一致的 我覺得邏輯上應該是這樣子來思考 我想剛剛好幾位委員的討論 其實有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支撐這個 舊的橋面台式的這個論述 所以我想好就是說 如果我們還是以過去的水域單位 一般的論述方式 就是說這個 是因應多少年的這個洪水的機率 我想就目前的情勢來講 其實是已經不夠了 我會建議好就是說 如果要能夠讓社會大眾能夠接受 這個橋面台式的論述 恐怕還要加上兩點 第一個就是台灣這幾年來的 整個氣候變輕的因素 所導致的整個降雨模式的改變 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目前我們都知道 台灣屬於一個海島 所以海平面其實也不斷的在上升 那這個海平面的上升 對未來的這個 趕潮河段的長度跟高度的影響到底是怎麼樣 我想這個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科學的論述 以上 還有要解釋 就剛剛詹老師說那個 提頂的跟橋兩底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兩底高層就是提到 跟提頂一樣高 所以除非說水大到淹到 雙北都淹到才會淹到我的橋 所以它其實它就是跟提防一樣高 我的兩底就是跟提防一樣高 所以不會有說什麼在阿蘇比裡面 你在阿蘇比裡面淹到橋 然後沒有影響 其實我現在就是提了跟提防一樣高 這是一個說明 那另外我們其實剛剛 我們郭文公司有說過 我們有辦過四場說明會 那其實雙北市民聽到說 我們對這個舊橋保存 然後又拿來當自行車或人橋 其實大家都很高興 而且大家都說 很多人也都是第一次聽到說 原來那邊有一個歷史監物 大家都很想說去河濱公園看一下 所以大家是很期待說 我們趕快把這個原來覆蓋它的地方拆掉 讓它能夠再展現它的歷史的風貌 那這個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能夠盡寬去推動 那事實上這個公民餐廳已經辦過 那後續我們可能因為後面還有一些細路設計的地方 那我們這個成果其實隨時都是公佈在 我們有成立一個中正橋的粉絲專頁 所以也很多人都會在上面去留言 也會去知道說 我們這個演進的過程 所以我們也會參考裡面公民參與的結果 作為我們設計的依據 以上請大家報告 新風度這邊再補充 那因為新風度本身也是橋樑的維護單位 所以後續也是由我們自己來維護 那就以維護的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這個橋要長久的保持 其實就是不要讓這些水 這些外在力量持續的不斷打它 衝擊它 那麼就一個歷史建築的角度來看 它才能夠持續的擁有 所以如果把它抬高 其實它這個水位能夠再去衝擊這個量體的機會就會減少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它可以保存的期限其實更長 也許從這個角度來看 可能更符合我們今天的討論 是不是讓它永久長期的保存這樣的意義 所以我們還是說今天的會議 我們希望說在抬高這件事情 可以讓我們允許有這樣子的發展空間 那另外在新橋的部分 因為我們後續還有都市設計審議 其實還有機會去調整 或者大家還可以再來討論說 剛剛講的造型 或者它接頭的部分 怎麼樣去設計更加符合大家的需要 這部分新橋的部分還可以再來討論 但是希望說 舊橋的這個保存的部分 能夠讓我們再往前跨進一步 那這樣的話整個案子的這個期程能夠加快 以上補充 好 謝謝 跟主義報告 站在那個承辦文化局這邊的角度 大概其實今天依據的是34條來送進來 那34條其實 川端橋、中正橋這個部分應該是歷史建築 那也跟各委員報告 剛剛有委員覺得它是古蹟 其實它是歷史建築 所以它並沒有像古蹟限制那麼嚴格 它還是要考量一下 其實講表明白它是歷史建築是比較能夠考量 將來在改建或是修建的時候有一些變化 那當然委員堅持的部分我們也尊重 那可能可能要請主席這邊全面性的去做一些判斷 當然現在主要是那個抬高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做說明跟解釋 那34條其實就是剛剛我們承報的單位講的 如果今天沒有一個定案的話 當然可以特別去重審 但是它在整個計畫上就不可以開工 它就不可以開工 這是主要的因素 水利處這邊在做一個報告 有關抬高這一部分 因為可能現在是我們文化這邊 大家對這個的認識是不一樣 可是我這邊我還是要很誠懇來說明一下 以蘇敵樂颱風 我為什麼強調蘇敵樂颱風 蘇敵樂颱風是一種很恐怖的一個颱風事件 其實我們也很少碰到像這個樣子 我還是特別強調 那時候我們在這邊事情的時候 那整個水位是上漲的幅度 包括我們的自殺疫病中心都直接打電話到我們的房台中心這邊來 說水位已經上漲到這個樣子 後面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一部分其實那時候各位可以很清楚的報告 新電溪是所有目前台灣總共13條河川裡面最危險的條河川 因為為什麼它整個照度其實都已經變化太大 也就是說以前大家都一直在蓋橋樑 然後整個河川高攤地也是在重複的利用 那整個水位其實包包跟以前來比較其實是差異蠻多的 所以我這邊再特別強調 以蘇敵樂颱風如果說當初我們的翡翠水庫洩洪的話 我跟各位報告應該有可能會議題 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趁...